中国好声音最新一期是盲选收官 剩下的这些学员 没老师转自然是淘汰走人 有老师转也不一定意外的晋级 因为在最后还要抢夺其位 第二轮胜出才真正算是暂时坐稳了位置 和上一期节目一样 中国好声音这一期节目 也来了一位已然成名的歌手 虽然论实力论歌坛地位 是远远比不得上期的陈彼得老爷子 可是这回来的大壮 一首《我们不一样》火遍大江南北 人气是极高的 节目刚开始就有不少大壮的粉丝跑来看 因为大壮是倒数第二个出场 所以不断有人刷屏发文 还把一些路人给惹烦了 一致双方在弹幕有一些争吵 说实话大壮这次来到好声音 原本以外只是来度赌金 像之前那样搞得噱头就让骑走人 结果没想到被李健在最后一刻的时候给选中 而且在和高金利的PK中 李健纠结一番选择了大壮 被部分网友质疑 说有诗功云 毕竟大壮虽然有名 但高金利唱的也不差 不过也有的网友就说了 李健既然选择大壮肯定有自己的一番考虑 更何况一号声音这节目的尿性 虽然表面上看到诗的权力很大 能决定所有学员的命运 可是在背地里哪个学员导师该转 哪个学员导师又不该转 或许是早有安排 比如在这一期节目中 谢霆锋的一番抉择就暴露出一二内幕 先是前面有一个叫好亚青的学员 虽然当时谢霆锋和李健比划交流了一番之后一同转的神 哈林也跟着转了 但是到了后面 谢霆锋似乎有点不太想要他的意思 一直建议好亚青去其他两位导师那里 可莫承想好亚青挺固执 还是选择了谢霆锋 谢霆锋虽然笑得很灿烂 何其拥抱了一下 但并没有之前选到其他学员 时的那种激动之情 总之谢霆锋前后的行为让人觉得疑惑 难道是因为这个学员是提前安排好的 谢霆锋本意不想转 到了PK的时候 好亚青很霸气的说你们自己来吧 徐伟祥就举了手 有网友笑言说 徐伟祥 这是看出来了导师不喜欢好亚青 出来替导师把他给PK下去 结果也确实做到了 还有最后压轴出场的刘俊哥 本身就是谢霆锋的迷妹 所以很自然的选了谢霆锋站队 双方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PK关系 就暴露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来 李健和哈林爱纳腾 站出来说要搅合搅合 李健先感慨了一句 说他这儿人还挺多的 哈林就指着徐伟祥说 他有免死金牌 谢霆锋就附和说对 还有一个会玩嗓子的 说着说着谢霆锋 突然指了一下徐诗涵 说新起来的朋友叫什么 有一点暗示的意味 被谢霆锋这么一指 徐诗涵可能自己也觉得不妙 因为他自己就承认 输在队伍里面可能是最弱的 随后刘俊哥就真的选择了和徐诗涵PK 结果没啥悬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